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新增四起确诊病例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这是我国连续三天处于各位数新增病例 截至中午十二点 我国新增四起确诊病例 其中三起属于境外输入病例 另外一起是本土感染病例涉及大马公民 今天没有非大马公民确诊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600起 同时我国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使得国内的累积死亡病例维持在121起 Noiseum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40人 目前累积康复出院的人数有8271人 目前还有多达208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有两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没有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此外卫生部也透露 昨天公布的雪兰儿乌鲁冷月公寓新感染群 是互相拜访导致传染的 目前当局还在追踪密切接触者 马新关卡将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开放 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课题 对此外交部长达尔西希希沙摩定表示 我国和新加坡已经在积极讨论当中 以制定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让两国人民可以安全地互相往来 我国外交部长达尔西希沙摩定指出 我国正在和5加1个属于绿区的东盟成员国 讨论互相开放让民众互访的活动 他强调我国会先与新加坡互相开放边境 之后才会和其他5个东盟绿国商讨 互开国门的事宜 他同时也指出 首相丹须摩定将在明天开始举行的 第36届东盟峰会上 与其他成员国领袖通过视讯会议商讨 有关的事宜 国家安全理事会发布了最新的电影院标准作业程序 年龄12岁以下的孩童 以及超过60岁的年长者 一律被禁止进入电影院 同时电影院在播映之前必须向观众宣导防疫措施 以及标准作业程序 大马国家安全理事会在脸书专页发布最新的电影院标准罪程序 根据文告内容 除了消毒洗手液之外 所有电影院也都必须准备体温检测器 以为工作人员和前来看戏的观众检测体温 任何人的体温超过37.5摄氏度 或是有出现不适症状 都一律被禁止进入电影院 此外 电影院也需要使用MindStatula手机应用程序 记录员工和观众的资料 同时 必须清楚记录观众的电影场次 以及时间等等详情 另外 政府也限定12岁和以下的孩童 以及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 不准进入电影院看戏 以降低这两个群体感染病毒的风险 不仅如此 在电影开播之前 电影院也必须进行简报 让观众了解有关电影院的标准罪程序 而且需要为座位标记 以确保观众之间保持社交距离 观众也不准坐在被标记的座位 同时 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确保观众 都有遵守标准罪程序 在每一次电影院开播之前和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也都必须进行消毒工作 经过两年的努力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RTM 今天晚上将为我国的广播领域缔造历史 推出全新的新闻频道 Saradan Breeder RTM 马来西亚广播局总监 表示这项创举将为民众呈现更高质量的新闻节目 引领大马广播领域迈向新的国际舞台 努尔亚哈蒂表示 在RTM新闻频道加入后 目前RTM旗下共有五个电视频道 分别为TV1 TV2 TVOK RTM Spot 以及Saradan Breeder RTM 当中有24档为新闻节目 12档为访谈节目 本台将会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 为全国人民提供最精准的国内外实施药文 Persembahan penerbitan berita RTM melalui saluran berita ini merupakan satu penanda aras yang tinggi dalam dunia penyiaran di Malaysia dan juga akan memastikan RTM sebagai perintis dan peneraju yang berbibawah dalam teknologi penyiaran digital sekaligus akan mampu menjadi jenama utama yang dibanggakan bagi meletakkan saluran berita RTM agar setanding dengan saluran berita antarabangsa yang lain dan saya percaya ini adalah sesuatu yang amat membanggakan bagi negara kita di Malaysia ini dia berkata dia berkata selamat menikmati selamat menikmati berkata RTM ber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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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在马六甲巴达格文定提交草案后 向媒体这样指出 该项计划的范围包含了 完善丹荣毕达拉海滩 到澎加兰巴拉海滩的田台地区 同时改善有关地区的排水系统 和确保该区域的生态系统 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国的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 为了振兴本地的旅游业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 Darshi Nancy Sukri表示 该部将会发掘和推广 本地的旅游产品 她希望民众能够分享 更多本地的旅游资讯 针对政府通过经济服刑计划 播出十亿令吉 协助中小型旅游业 Nancy Sukri透露 当局目前还在和国家银行 商讨有关拨款的事宜 这些是我们的联益 我们的联益 作为企业 在市场的联益 所以我也有充断 我感谢他们 在他们的 在我们的 在MOTEC 给他们帮助 所以,因şallah, 这些账这些方式会成为 一种方式 能够更为帮助 活动和活动 相关系统 与保护 因şallah,我们也会继续 在国际上 工作和我们 告诉我们 他们的方式 首相早前宣布的 11令吉旅游融资计划 主要是希望 协助旅游业 在新常态下 转型经营 转型经营 按新基金会前会计师 和三名弟妹涉嫌洗黑钱 涉及总额超过 180万令吉 新加坡荣誉国库资政 无作动 今天宣布退出政坛 不会参加本届大选 稍后回来 有详细报道 请别走开 小�eted表示 廉文资政坛 按计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巫统署理主席德律姆姆塔萨今天发文告 促请首相当事务一定访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果断地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 以化解国内的政治问题 穆罕塔萨说 有首相姆怡定所领导的大马政府 应该毫不犹豫地解散国会 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他指出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经解散国会 并且将在7月10日举行大选 这是为了确保执政的政府能够获得更好的执行权 他说自我国独立以来从未处于如此不稳定的政治状态 他提到大马的进步和谐与竞争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稳定 政治的稳定会影响多方面 包括外来投资 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 他提及当前的状况导致政府很难通过一些重要法案 包括制定预算案 没有稳定的政府和国会在制衡中发挥作用 就不可能振兴国家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竞争 他认为未来几个月不确定性和政府更换的可能性 将继续困扰着我国 这对国家来说是不健康的事情 他强调只有获得人民的重新委托和稳定的多数议席 才能够让政府发挥良好作用 并且让我国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指出大马是一个拥有国会制度和民主的国家 人民才是掌权的人 因此必须还政于民 让他们为自己心爱的家园确定前进的方向 法庭消息 爱新基金会前会计师和三名弟妹涉嫌洗黑钱 涉及总额超过180万令吉 今天四人在法庭面对100项控状 不过他们全部否认有罪 法官批准被告保外候审 并且责定案件在7月29号重新过堂 36岁的会计师 明明凯然尼 面对32项共90万5392令吉款项的控状 而她的三名弟妹也就是34岁的摩玛凯露 33岁的努伊扎尼和26岁的摩玛努胡萨尼 分别面对29项、20项和19项控罪 涉及款项高达89万7063令吉 他们被控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 从马来亚银行仪保分行的各自存款户头 处置、转移和接收来自非法活动收益 因此抵触反洗黑钱和反恐融资法令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一旦罪成、最高刑罚是坐牢15年 和罚款非法收益价值的5倍或500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法官批准他们分别以40万令吉、35万令吉 25万令吉和20万令吉保外 另外必须要有一名担保人 同时他们需要交出护照 以及每月到警局报到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千叶县今天清晨4点左右 发生6.2级地震 联手都东京都有明显的震感 今天是韩战爆发70周年纪念日 韩国低调举行了纪念活动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上升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952万起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8万起 世卫组织警告下个星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达到1000万起 而在美洲的某些地区 疫情的爆发还没有达到高峰 因此专家预计 累计病例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 都会持续上升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瑞安警告 美洲新冠疫情非常严重 尤其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 他说近一个星期以来 许多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增加了20%到25% 这意味着 该地区依然面对 持续的社区传播 美洲地区许多国家疫情 依然还没有见顶 因此这些国家不允许停止执行 严格的健康和社交措施 从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来看 美国依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确诊病例超过234万起 死亡病例超过12万起 巴西仅次于美国 确诊病例超过114万起 累计死亡病例接近5万3千起 其次是英国 确诊病例超过30万 死亡病例超过4万人 邻国新加坡今天新增113起 确诊病例 其中有5起属于社区病例 目前新加坡的累计病例 已经达到4万2736起 根据卫生部初步统计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在113起新增病例中 有5起属于社区感染病例 其余的大多数病例都是住在客工宿舍的外籍客工 而5起社区病例中 有1起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另外4起是工作准证持有者 新加坡的累计康复出院人数达到36,299人 累计的死亡人数维持在26人 新加坡当局正在收集新病例的详情 并将在今晚持些时候提供更多细节 新加坡将在7月10号举行大选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无作动 今天宣布退出政坛 不会参加本届大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经接受他的决定 另外由于新加坡大选即将来临 身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人必须在6月25号 也就是今天入境新加坡 否则将会因为居家隔离的关系 无法参与投票 根据新加坡选举局网站的资料 新加坡在海外虽然设有10个投票站 当中包括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等 但是却不包括马来西亚 当地政府在早前规定 凡是在3月27号后坚持出国的人 返回新加坡时 必须到指定的酒店进行隔离14天 同时必须自行承担住宿费用 因此目前还在我国的新加坡人 如果想要返回新加坡投票 必须在6月25号之前入境 否则将因为居家隔离 而错过投票的机会 在新加坡 投票制度是属于强制的 同时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所有21岁或以上的公民 都必须参与投票 否则名字将从选民名册上删除 距离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还剩下4个多月 究竟现任总统特朗普 是否能够顺利连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下滑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支持率 暂时以14个百分点的差距 领先特朗普 特朗普政府因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 加上美国近期爆发反种族歧视浪潮 而丧失了广大层面的选民支持 尽管特朗普目前已经重启他的总统竞选行程 积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 也寻求连任总统 但最新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度已经下滑到35% 相反的 拜登的支持度则是达到50% 在众多人口群体当中享有明显的优势 其中拜登在女性的选民中领先14个点 在男性的选民中是领先3个点 而在独立选民中则是领先39个点 从今年3月开始 特朗普的近支持度已经下降到13个百分点 民调指出 美国有57%的成年人并不满意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只有38%的人对此感到满意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且看中医有什么抗疫妙方 中医药膳食疗 雇本培源去病强生 中医爱酒烟熏 杀菌消毒 避免交叉感染 中医八段紧操练 保健养生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继续来看国际新闻 日本千叶线今天清晨四点左右 发生六点二级地震 就连首都东京都有明显的震感 索性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 目前也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讯显示 这起地震的镇央在千叶线东方外海 地震深度30公里 东京都及周边的千叶线 神奈川线 其余线在内的整个关东地区 都感受到强烈震感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东京地区的高层建筑 持续轻微摇动约有30秒的时间 惊醒不少正在睡梦中的民众 另外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 该次的地震震级为5.9级 震源深度大约29.3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千叶线位于日本关东平原东南部 接近东京都 西侧为东京湾 是日本三大主要都市圈 东京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五零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今天是韩战爆发七十周年纪念日 韩国低调举行了纪念活动 韩国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 也借此机会发表联合声明 两国表示将会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至于朝鲜则强调要人民继续捍卫国土安全 韩国今天举行了韩战纪念活动 演员穿上了当时韩战的服装 并且释放和平歌 参与者也包括了曾经参加韩战的退伍军人 相对于韩国 朝鲜官方媒体则大篇幅报道 指敌对势力依然持续压迫朝鲜 呼吁朝鲜人民要追随过往劣势的脚步 捍卫国土安全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号爆发的喊战 在一九五三年签署停战协议 不过正式的和平条约从来没有签署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依然在和朝鲜作战 美韩国防部长在声明中表示 美韩将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基础 开展外交努力 敦促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 好的 这节华新闻就给您播到这儿 我是刘正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